作为意大利最古老的球队 热纳亚时隔一年重返一甲 热纳亚已经有129年历史 他们在自己官方社交平台的标签 是意大利足球最古老的俱乐部 上个赛季 他们以一甲倒数第二的身份降级 如今他们只用一年便打了回来 在刚结束的一以第36轮的一场比赛 巴尼和巴德利各进一球 热纳亚主场2比1击败阿斯科里 提前两轮升级 在阿斯科里身上全取三分后 尽管英梅即使缴纳税款而扣掉一分 但热纳亚仍然在只剩二轮的情况下 领先联赛第三的巴里八分 所以他们可以提前两轮 锁定最后一个直升名额 而在热纳亚之前 格罗索执教的弗洛西诺内 已经拿到了一个直升名额 值得一提的是 他们的主教练是球员时代 曾经效力过广州恒大的吉拉迪诺 现年40岁的吉拉迪诺 其实在去年7月份回归热纳亚 原本是直教热纳亚U19青年队的 在去年12月份 热纳亚一线队解雇了主帅 亚历山大布莱辛之后 吉拉迪诺便被暂时提拔上一线队担任主教练 结果他带队踢了22场一一比赛 取得了14升6平2负的好成绩 帮助球队拿到了48分 尤其是最近13轮联赛 吉拉迪诺的球队9升4平保持不败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